为进一步了解疫情对国人造成的身心压力 国大社会服务研究中心展开12周调查 5月中旬最新调查结果显示 寻求社工帮助的160多起案例当中 过半面对心理健康问题 而每三户家庭会有一户受家庭暴力影响 记者李正宜报道 社会数据资料库收集到的数据显示 国人面对的五大问题包括 心理健康 物质困难 家庭问题 家庭暴力以及就业挑战 但研究员强调 家庭暴力和心理健康问题会造成长远影响 最好能与社工面谈更有效解决问题 初步调查也显示 除了通过正规方式获取经济援助 减少开支 借钱人数也有上升的趋势 当你不能够申请到这些所谓的援助的时候 而你需要钱用的时候 有很多人他就可能点档 可能去借钱来过他现在的日子 因为每一天的开支还是要照付的 寻求帮助的人数激增 对49%的受访社工来说是巨大压力 受访社会服务机构表示 会尽量提供社工所需资源和督导 协助他们处理个案 并适时互相辅导缓解压力 来自9家机构超过50名社工参与了调查 阻断措施结束后 调查还将持续8周 新传媒新闻记者李正义报道